大家好,欢迎收看爱上电子 今天我们接着修这个欧姆龙的血压剂 我们看现在是按键都没有反应 实际上是我把电池断开了 正常的时候是这个按键有反应 其余的按键没有反应 那么下面我们把它打开 用针在这个位置给它插进去 然后用力撬开 当然先要把后边的两个螺丝给卸开 好,我们把它撬开 这一圈都是卡扣,撬开了 这就打开了 打开以后我们拿这个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因为这是像不粘胶贴的 我们看,这个是它的气泵 这个是MCU 这个是它的传感器 这是一个精震 这是一个运放 这个是一个吻压块 就是电池的电压进来以后 经它吻压以后给运放和MCU供电 另外这儿呢 还有几个四角的圆件 应该也是一种吻压块 然后呢通过三级管 给这个指示灯供电 来提示高压报警和低压报警 下面呢我们就把这个按键给它换了 因为我们经测试呢 是一二三四个按键坏了 那么我们把这五个按键都给它换掉 另外呢我们上次把这个泵拆开了 发现泵只是气量小 但是是有气量输出的 那么我们再把这个板给它打开 这个板打开了 我们看这有一个线圈 这边是气泵的管道 这个线圈的作用不是传感器 它的作用呢是 当我们使用完的时候 这个电磁爬一吸盒 之后把这个气泵里边的空气放掉 它主要是起到这个放气的作用的 这个这个硬管就是传感器的管路 下面呢我们把这边的按键给它换掉 换之前我们测试一下 我们看这个按键呢 实际上它就是有两个触点的 这样呢是有组织的 但是是不接通的 这个和这个是接通的 那么就说明这两个是一个触点 我们在按的时候 它基本上是没有反应的 这个同样的 在按的时候都没有反应 这说明这个按键损坏了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把这个按键换掉 我们看这个按键就是有反应的 按键换完了 但是这个焊点不漂亮 我们用焊锡丝给它焊一下 这样就又亮 点又饱满 好我把这几个按键都给它换了 然后呢又把这边的焊点给它连上了 下面我们就组装上 看看是否修好了 好我把它上上了 我们看这是菜单 它能够显示70多组压力 我们看这是73 然后这是76 82 这个高压和低压都不正常 这两个灯都显示了 这个是低压不正常 高压是129 显示还是比较准确的 我们当按这个按钮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启动的 我们塞一个棉球 我们发现这个位置有低压 而且这个蹦的时间也是正常的 但是呢 由于我们没有这个锈带 所以它显示异 当我们把棉球拿下来的时候 这个压力是一点没有的 证明压力传感器没有问题 好今天咱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再见